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和车需分别购票 进门后驶入珠峰路进入珠穆拉玛峰保护区 珠峰路是珠穆拉玛峰保护区内 其驶珠峰国家公园大门 中至珠峰大本营的一段百游公路 全程110公里 现在游客能到达的位置容部四围96公里 从大门开始前行约23公里到达加乌拉山口 不知道有什么原因现在的标牌将加乌拉改成了加乌拉 在山口停留以会步行约600米上山 山上有一个珠穆朗玛峰观景平台 这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同时观赏到五座八千米级雪峰的观景平台 从左向右排列的顺序是 马卡鲁峰 骆子峰 珠穆朗玛峰 卓奥有峰 西夏邦马峰 从山口往下看珠峰路 无数个180度转弯而成的盘山公路 位为壮观 俗称珠峰路108道弯 被称之为世界之巅的景观大道 继续前行约50公里 到达扎西宗乡的曲宗村 自驾车由此禁止前行 需换成统一的环保区间大巴 当然是需要另外购票的 前行约25公里到达荣布寺前的一块平地 眼前不远处的一片帐篷 就是游客们心心念念的珠峰大本云了 珠穆朗玛峰简称珠峰 为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 也是世界第一高峰 最新海拔高程数据为8848.86米 位于中国与尼泊尔交界处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 北坡在中国西藏定日限境内 南坡在尼泊尔境内 珠穆朗玛来自藏羽 亦为大地之母 珠峰大本营是为了方便游客近距离观看珠峰而设立的生活地带 尼泊尔境内也有多个大本营 通常称为南部大本营 为国际登山最活跃的区域 大本营往南一段距离 分别可以看到三块高程纪念碑 再往前则禁止一般游客前往 前方是绒布冰川和攀登珠峰的入口 到了大本营是否能够看到珠峰封顶 则全凭个人运气了 也许你看到的是这样的 如果能够看到如此清晰的珠峰全貌 那恭喜你不需此行了 不过大多数的时候珠峰天气还是不错的 很多游客往往选择在大本营住上一两日 目的就是为了一睹珠峰在晴朗天气下的封顶全貌 也有网友总结出一段 不经过珠峰北大门而进入大本营的路程 即从北大门往西行50公里到港嘎镇再折向南 这条线的好处之余是不用购票 之二则是不用换乘区间车 可以直接驾车进入大本营 比较自由方便 不好之处则是一路的路况不是一般的差 也是考验你驾驶技术及车矿性能的一段路 同时也少了七里珠峰108拐 以及加乌拉珠峰观景台看五座雪峰的体验 这条路在珠峰北大门处也有指示 但珠峰门口指示的这条线应该不是网友说的那条 因为这条线没有绕过区宗村的环保车换乘点 具体怎么走 没经历过的很难标识出来 就连谷歌地图上也很难找到 可能的路线应该是这条 仅供参考 荣布寺也称龙布寺 海拔约5154米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 荣布寺其实有上荣布寺和下荣布寺两个寺庙 上荣布寺位于下荣布寺以南三公里的山上 更靠近珠穆朗玛峰 传说莲花生大师曾在此修行过 寺内唯一的守护喇嘛叫阿古桑杰 很多登山者的第一站 就是在上荣布寺接受阿古桑杰喇嘛的祝福 据说喇嘛的几个儿子也都是国家登山队队员 荣布寺一度规模较大 曾有十几座属寺 有的还在尼泊尔境内 后因历史原因被毁 下荣布寺就是现今大本营的位置 通常所讲的荣布寺都是指下荣布寺 也称新荣布寺 是观赏珠穆朗玛峰的最佳位置 原本大本营距荣布寺上有八公里路程 大本营后撤到了现在荣布寺附近位置后 作为一般游客除飞行特别批准 上荣布寺就无缘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